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Maxon9大设计 尽管我们早就过着吃饱穿暖的生活 但是全球有8亿人仍处于营养不良以及饥饿的状态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农田去生产足够多的粮食呢 为此,美国企业家Burn Smith打造出全球首个3D海洋农场 不用一寸土就能喂饱全世界的人 Burn Smith是纽纷兰的一名渔夫 在养鱼养殖被类受自然环境摧毁后 决定开辟一条新的生存道路 最终靠着几个球,几根绳子,以及网袋和大笼子 就这样打造出全球首个3D海洋农场 而里面养殖的就是海藻以及被类生物 这种混合养殖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市售风险 此外,它的运营成本还非常低 只需要一艘船以及12万人民币 就可以运营一周年 但是每年却可以收获40吨的海藻 以及100万只被类生物 它们除了可以当作美味的食物 也能用于肥料、医药、生物燃料等用途 不过真正厉害的还是它们在养殖的过程中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 海藻会吸收海洋里的二氧化碳 为了达到平衡,海洋又会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 还能顺带延缓温室效应 除了海藻一旁的牡蛎也没有咸着 光是一只牡蛎一天下来就能过滤189升被污染的水 100万只就完全可以充当大自然的海水精华器了 据了解靠着这种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体系 农民每公顷收成将近24万人民币 还能顺带改善一下海洋环境以及全球气候环境 视频元素来自Laurie Seafood 由Maxona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a创意公园 感谢观看